草屯鎮城府將軍廟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 而今年的元宵節也比起往年熱鬧許多 廟方特別設置平安橋 只要走過平安橋就有摸彩的機會 而晚會當天更是人山人海十分熱鬧 我們宵禮要慶祝我們的聖誕 我們每年都有基盤 現在已經基盤年宵有30多年了 這裡有做平安橋 這裡有做 提醒說 要讓人說怕做平安 年年事業順利過一個平安橋 這裡就扯到15 我們每年的15都有一個大型的活動 大型的暗會 所以說吸收的遊客每年都非常老 要來看我們這個暗會 晚會活動中不僅吸引許多地方居民參與 更有外地的民眾特地前來參拜及觀賞晚會 很出名 有七千的平安橋 今天說的 小災街的保平安 人的精神工菜 身體健康平安順利 所以我們都來超團 都會從這裡來走七千的平安橋 來這裡拜拜 我來這裡走 今年開始有摩采建 攝影到十五這中間 所有走平安七千的橋的人 都有一頂的摩采建 大家都很高興 都會來走平安橋 先緣唐曉芬 檢師生議員 除了肯定廟方用心安排 也祈求陳甫將軍 能夠庇佑地方 事實無哉 這幾年來一直都在辦過平安橋 所有的民眾 來跟我們丹副將軍廟 經過經常在平安橋 一年讓它保庇佑都平安順序 正說在我們超頓頓 也算一個大件事 因為這個外公 讓我們超頓頓所有的民眾 來跟我們丹副將軍廟 讓我們的將軍廟 保庇佑我們所有的民眾 一起平安順序 人家說元宵姐是小團圓 所以說我們將軍廟這家 紀元這麼老一年只有一次而已 所以也非常感謝我們將軍廟這家 讓我們在各個地方 來跟我們將軍廟拜拜 大家都留在這裡 來這裡慶祝元宵節 這是我們真好的外公 希望透過陳甫將軍廟 一年一度的慶祝元宵節活動 可以讓民眾在新的一年 都能夠諸事順利 平安順遂 也祈求陳甫將軍 能夠庇佑地方 封條與順 國菜民安 藝永聖草存採訪報導 至少